大鱼大肉吃好吃满 台中有海鲜塔店家端出了现捞的龙虾 螃蟹层层叠叠 还可以吃到小卷和干贝 众多的海鲜还有另外一家店 把海鲜塔缩小了 主打个人或是小家庭 也能够享受各式各样的海味 最晚还开到了半夜11点 变成了最豪奢的宵夜 虽然海鲜美味 不过呢要是吃多了 有民众还是不免担心痛风的问题 中医说 其实只要起招就能够预防 跟缓解痛风 光看就很有料 调味虽然简单 不过最厉害的在最下方 蒸食材的精华汤汁 全向下滴露到汤锅 里头还加了沙茶提味 吃法变得很多圆 这个汤然后加那个米饭 变成粥海鲜粥 海鲜塔不同于一般料理 煎炸炒卤的做法 全用蒸的也能倒到大菜呈现 十个人吃23成 三个人吃12成 这是我们的最高纪录 除了大胃王能挑战 也有店家把海鲜塔缩小 让小家庭也能尝鲜 博士顿龙虾文革扇贝 干贝 蓝蟹 蓄蟹 各种美味就在眼前 最晚还开到晚上11点 吃海鲜面城吃宵夜 全部的原基原味你都吃得到 是充满了浓浓的海味跟鲜味 我会不会从没有痛风变有痛风 没错 大胆海鲜叫人预发不能 就怕痛风压起来怎么办 中医示范这招来预防 用指尖指腹这样轻轻的去按压 可以想到的时候就按 频率没有一定 食指倾按手背外侧的顽骨穴 有助带走多余尿酸炎 可以预防痛风 而按压大脚趾和第二指中间的太充穴 则能缓解痛风疼痛 过年聚餐大鱼大肉 也要留意身体保健 记者许一文 韩志兴 王世涵